嗨大家 就不好呀 我昨天晚上三点多才睡的 因为我导出数据的时候 存储卡坏了亿万 上市了各种方法 下了无数的软件 还上淘宝去买数据 修复结果都没有用 终于在临近一点的时候 我放弃了 决定今天重拍 又因为悔恨和懊恼 加了一下班 一下熬到了三点 现在我化完妆 已经是下午两点钟了 你们今年开春还顺利吗 我这边真的是太难 按照时间发展的先后顺序 我从杭州回来 先是考了一下科目寺 因为我只预留了一天的 刷题时间给自己 当天真的是 精神高度紧张 分分秒秒都在刷题 终于在晚上十一点钟的时候 发题全部刷完 一两千道吧 当我点退出的时候 我才发现我刷了一整天 都是科目一的题 没办法 我第二天早上八点半就要考了 然后我就加了两个小时的班 还好第二天考得贼简单 然后我就过了 接着呢 我就是牙医复诊我这个牙齿 但本来应该都可以摘掉了 但就是因为我一直在外面 没有时间去复诊 导致一直都没有做完 我本来心想 过年的这段时间 终于要结束我的牙套生命 年前我最后一次去复诊的时候 医生给我按了一颗堂皇 就打算要开牙缝 医生也跟我说 你开牙缝了这段时间 牙齿会往前挤 就会更爆更凸嘛 我想着没事 反正我一周去复诊一次 就很快就过去了 没想到迎来了停工 我就一天比一天爆 一天比一天难看 那我就不废话了 赶紧跟着我一起去补拍视频吧 都是一些不用露脸的上升片段 所以还好 我记得有12套吧 一套15分钟的话 大概还需要三个小时 那就刚好在太阳落山之前 如果顺利的话 在这里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愿望 希望今天能把视频剪出来 明天能发 Let's go 等一下 先让你们看一下 有人的上升 虽然看起来还可以 但下升 We've been dancing for so long under the stars I feel as the grass will cut through my skin All the bills we take have seemed to prolong Our existence but I don't feel alright I would rather be alone than have you Every time I speak I feel myself fall Do you wish to find the truth in my lies Sorry darling there's no truth here No It's just the two of us my dear Listen to me don't you hear I only felt for you Welcome to the show I feel as if I can't Oh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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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给你们看一下 夕阳夕下那会儿我拍的照片 就是为我新视频封面拍的照片 就下午五点半左右 那个时候阳光特别柔和 打进来就直接加了一层滤镜 还有一点点磨皮效果在里面 整个人皮肤状态 照片的色彩啊 也都特别好 就是这个手机直出的一张照片 而且我觉得每一张都还拍得挺好的 好啦 跟预期的补差 果然没有剪完 现在已经12点了 我准备洗漱睡觉的这些 就留给明天吧 拜拜 玩玩 嗨 大家 最近在家里是不是超级无聊 我今天好不容易好不容易 早起撸了一个妆打算拍 快时尚早春的示意大会 我还买了挺多衣服的 结果我刚化完妆 天就一下子就暗了 然后劈的啪啦 劈里啪啦下暴雨 直到现在下午已经快三点了 她终于放晴了 可是已经没什么时间可以拍了 我想着既然我今天都录了一个妆了 不如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无聊的日常吧 刚好看过我上条动态的朋友就知道 我已经从88斤一路 飙飙飙飙飙到了现在的96斤 其实我是有减肥计划的 但是我一直没有勇气开始 那也借今天这个视频mark一下 作为第一天 我希望十天半个月之后 我可以减肥有效果 这是我的打卡表还有记录表 昨天已经给今天做好了一份计划表 但是因为全部打乱了 我们还是从现在三点开始 再给今天写一张计划表吧 那我今天的主要安排呢 有一个就是我想做减脂餐 之后呢我打算把冬天的衣服收起来 把春夏的衣服挂出来 方便我之后搭配的时候可以用 今天是减肥的第一天 所以一定要尝试一下运动 然后我做的计划里面是有塑形的 也有减脂的 但都非常简单 因为我之前是不运动了 我就怕我坚持不下来半路放弃了 晚上的话我可能会把今天这个vlog拿出来看一眼 确定一下剪辑形式 大概就是这些啦 那这样的话三点到四点就半个小时了 这一个半小时就整理春夏衣服吧 五点到六点我们再下去做减脂餐 做完减脂餐就适当休息一下 晚上七点到九点就还是我想学习一下更多人像摄影的技巧 所以我得继续去看课程 多刷别人的作品 找思路 九点到十点我们就开始运动 然后要洗澡顺便积累一下音乐 音乐对视频剪辑来说还是很重要的 十点到十一点就睡前一个小时 我一般会用来做一些琐碎的小事 把前面没有完成的事情给完成掉 这样的话不至于太过紧张 晚上不会睡不着觉 后面的就是是否执行 还有执行未完成的原因 然后这边是打卡这种 然后这张是我每个月份的大表 一般会寄到今天以后的一个星期以内 因为基本上今天以后一个星期以内的工作都是固定的 我觉得这种表格是非常好的 把你必须要做的事情一件一件的写在上面之后 你就会发现如果你今天的东西做不完的话 明天后天或者说未来一个星期以内 你可能都完成不了这件事情了 你就无论如何都会去赶工 就效率会大大的提高 一条动态下面 那小姐妹推荐我的去看的这个麻状石的简直餐 然后我今天也是第一天做了 所以还得看 把这个鸡肉先处理一下 把它切薄一点 这样应该比较好熟 然后再把它腌制一下这个鸡肉 因为我这里暂时买不到卡针粉 所以我用的是烧烤粉代替 然后再来一点黑胡椒 让我 wear an end 儿子 ı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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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ğııııı few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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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的木地板 窗帘 墙面漆这些全都是因为疫情的发展没有办法发货 连这个架子都是我们家原来晾衣服的架子 包包围巾帽子就放在大的衣柜里面 这箱里面就全部是我春夏秋的衣服 一些比较易皱或者比较娇贵的长款大衣我会直接把它挂在衣柜里 好 没打开衣柜里面 这个好 来这里 好 来这里 我好了 刚才相机录着录着没电了 现在看起来又清爽了很多